第一个二十段光芒石 五帝归来 谁与争锋 陈无敌带着第一成就号走来了 一个号里的一个成就 能买好多组五开的号 啥意思啊 成就一万三的号就可以这么任性的 你是喜欢他的永不磨损 还是喜欢他的无级别 159级带无级别刷任务 这绝对是奥特曼了 来看一下梦幻西游 成就吧 排行第一名 为了一点成就 到底可以消耗多大的代价 五点成就啊 本服排名暂时第一 全服排名暂时第一 后面追的也还挺紧 加上159 他本来刷成就就有天然的劣势 他没有什么化胜一到九的成就 没有那些技能180的成就 然后有一些成就的话是175级专属的 他暂时达不到 不过159级这已经是太极限了 他什么时候成就不够的时候 可能就要升级了 看看刷任务的魔王寨的装备 我靠 18段无级别永不磨损 有没有15段的极限灵力高 15乘以个6 90 减去329 出零239减19 我怎么灵力算出258了呢 18 18乘以 18乘以个6 减去329 出零221减19 240出零 但是多了三段宝石 也就是 确实比252 15段的永不磨损 灵力要高一点 为了几点灵力 给项链干到18 再买一个无级别 合不合理 240出零的无级别 永不磨损18段 我靠 这个衣服刚才看起来挺牛逼的 现在看怎么这么普通啊 鞋子永不磨损 最假13段 敏捷一般 防御也一般 可能是喜欢破甲 腰带的话是光辉愤怒加精致 相当于一个小160愤怒光辉 这身装备 这身装备 不合理 罗汉加精致 灵式的话是三法商 灵式的话是四法商 这个是尔氏报12 下排报10 报22 后排的灵式起段 还有个11段 搭配极其的不合理 红孩儿165级 甚至没升到满级 哈哈哈哈哈哈 出奇虚名一家 凤啊 星火相传 12级名 能耐攻高连 能看出来不打PK 啊 存任务 但是打PK 这身装备也不太支持 虽然强 但是性价比太低 有目磨损加减益 有目磨损加减益 这个是353 这个是348 这超级减益 这超级减益 主要是为了超级减益 而超级减益 神兜兜倒是不够荒昆鹏 刚才谁说有仓玩动机了 他也有 150的武器干嘛 刷成用 150的武器干嘛 还有点了很多专用 看看仓库都有啥 效力仓刀 专用也出了好多 垃圾 继继继继续刷专用 继继续刷专用 继续刷专用 刷160蓝字成用 刷一样的加成 自由利用 17仓库等会再问解锁 这是啥玩意儿 年兽宝宝的小雕刻 月亮时16 13 15 15 15 13 新闻时79 79 我靠来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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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时间2024年8月3号 坐标 北京玉区紫禁城 在一个159级 带18段的无级别 永不磨损的项链的号里 第22仓库 发现了梦幻西游前五古人 后面也许有来者的 第一个20段光芒石 这个20段光芒石 打在腰带和衣服上 可以增加40点气血 加上强壮和神速的话 可以达到100点血 为了这100点血 你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可能以前是怕碎 还是算错了 可能是需要的保持量太大 所以说还溢出了几个 13段和11段 舍利子1616161515 应该能再合一个1718 我靠 700多伤的无级别 700多伤的无级别 763的无级别 这存伤的多少啊 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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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 存伤940了 好像体摩双家 太阳石还有18段 只要有需要的话 哎 这把是不是当年 627伤害体摩双家68 那把无级别双圈 哪是雪无鉴定的那把 是雪无上号展示 给我打电话 我说是假的吧 我说无级别 怎么能伤害627 无级别双家怎么能68 你要是双家个4050 还挺常见 他这个双家都属于 艺术很多了 伤害是拉满的啊 天选法系 第一武器 没的没的没的更啊 无关风月 这应该是 觉得们 有没有人能看懂 这些衣服的干嘛的 兄弟们 这些衣服 是通过跨服费 在藏宝阁买的 拥有15段光芒石的 然后给光芒石 升迭成精致碎石锤的 对的快速的能喝出 20段的光芒石 就在那一天啊 紫禁城 也有一个20段的宝石 同一天产生了两个20段 这个衣服就可以理解为 加速器 这个时候也不知道用啥语言来形容了 这些衣服的衣服